出门干什么呀,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。 我去找下孙丽华,问她点事,很快就回来了,不耽误回来吃晚饭。 宋顺丽快步走出房门,早去早回。 孙玉凤冲着宋顺丽的背影喊了声,看着儿子转弯下了楼梯。 她转过身看,瞄了一眼周杜娟的房间,难得的没有走进去,而是让周杜娟好好休息。 孙顺丽口中提起的那个孙丽华,他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,孙丽华就在她家后面那院子里住着,她父亲是工商局的一个副科长。 孙丽华中专毕业之后,也来到了工商局工作。 孙顺丽先去买了兜苹果,这才去了孙丽华的家中,说明了来意,孙丽华满口就应允了下来。 最近县城里,许多人都做起了生意,办理这些执照,对于孙丽华来说是熟门熟路。 她交代孙顺丽,拿着房屋租赁合同去找她,周一到周五她都在。 孙顺丽离开了孙丽华家就回家了,周杜娟已经在屋里忙活。 孙丽凤难得地抱着一个孩子在喂稀饭。 顺丽啊,你回来了,大家都等着你开饭呢。 孙丽凤招呼了一声,就掀开锅,从里面端出来一盘红烧肉,一盘糖醋排骨。 大宝和我爸怎么还没回来? 宋顺丽往屋里面看了一下,难得地安静。 你爸一个同事借儿媳妇,就带着大宝出去吃了,二楼的小王来传话,让咱们不用等他们了。 孙丽凤夹起了一块冒着油光的五花肉,塞进嘴里,脸上露出满足的表情。 杜娟,吃完饭再叠衣服,快来。 宋顺丽招呼道,看到儿子这样心疼儿媳妇,孙丽凤撇了撇嘴,不过想到珠水莲带来的东西, 她也开口说道,杜娟,来吃饭吧,一会儿就凉了。 周杜娟听到孙玉凤的话,也不再推着,她抱着孩子坐了下来,吃起了饭菜。 等到晚上,大家都睡下了,宋顺丽才来到床边对周杜娟敲声说起了话。 杜娟,等明天妈上班去了,我就去找找有没有合适的房子。 行,你多找几家,钱仔细着用。 周杜娟叮嘱道,我都知道,这事儿你先别对马说,等咱们赚钱了,就搬出去做。 宋顺丽被孙玉凤管得死死的,她其实也想要自己的空间。 周杜娟自然是点头同意,两个人对未来憧憬了一会儿,就睡下了。 陈旭辉驾着牛车,带着周水莲和沐秀,在天黑之前赶回了家中。 回去之后,沐小草正好才做好了饭菜,大家洗洗手,坐了下来,开始吃饭。 秀儿,你说这生意好做吗? 周水莲忧心地说道, 只要小姨和姨父不是懒惰的人,如今做什么都能养活自己。 沐秀知道,如今正是改革发展的初期,只要是做这些小生意的,基本都赚钱了。 这你放心,你小姨自小就勤快。 周水莲别的不敢保证,但是勤快这块可是敢打包票的。 像咱娘一样勤快,沐小草在旁边打去的。 大家都笑了起来, 娘,按说小姨生了三个儿子,在婆家应该腰杆子更硬了才是啊,怎么她反而越活越顺从了? 沐秀忽然问道, 哎呀,你还小不懂,小姨这都生了三个孩子了,出去就是黄脸婆,根本就没人要了。 再说,当娘后,都心疼孩子,不想孩子被后娘欺负。 她又没个谋生能力,所以必然更加得顺从了。 沐小草深有感触地回道。 听了沐小草的回答,周水莲不由地眼眶红了起来。 宋顺利好歹还算老实人,想着周杜娟,她的小草命好苦呀。 接下来的日子,沐秀将猪娟收拾干净, 里面用水泥石灰又粉刷了一遍。 沐秀又让沐水在里面砌了个小炕, 晾了几天之后,将木耳香菇全部挪了过去, 以后这个小房间就是军房了。 暖棚那边将铺在菜园子土上的木板全接了。 下面的土施肥松土之后, 种上像菠菜,油菜,小白菜等蔬菜, 还有茄子,豆角,西葫芦,这种反季节容易存储的菜品。 做完了这些,沐秀酸酸日子也该进县城去见宋顺利了。 吃晚饭的时候,沐秀开口说道, 娘,明早我去趟小姨家,看看事情办得怎么样了。 行,我陪你去。 周水莲点了点头, 娘,我一个人骑自行车,早去早回。 沐秀比较喜欢独来独往,这样做事方便些。 就是的,娘,你这再去,又要带东西过去, 还不如就沐秀去问个消息就回来了。 沐小草是心疼每次带去的东西。 第二天一大早,沐秀吃过早饭, 将早已准备好的几样小吃装好, 就骑着自行车去县城了。 九点的时候,到了周杜娟家附近, 沐秀寻了个僻静的地方, 将自行车收进了空间里,这才走了过去。 上了楼梯,周杜娟家的大门亲掩着, 沐秀敲了两声就推门进去。 周杜娟正在给其中一个孩子换尿布, 另一个孩子正躺在床上, 睁着眼睛,吃着手指, 非常的乖巧。 小姨,我来了。 沐秀开口打了声招呼。 周杜娟忙得连有人进了房间都不知道, 听到沐秀的声音, 这才抬起头,惊喜地说道, 你来了? 我小姨父呢? 沐秀四下望了一眼, 并没有看到宋顺利。 去熬米粥了, 一会儿孩子要喝, 你先坐着, 他马上就回来了。 周杜娟手上忙个不停, 正说着, 宋顺利端着小锅走了进来。 姨父好, 沐秀有礼貌地喊道, 沐秀, 你来了, 我给你倒杯水。 宋顺利急忙把锅放到桌上, 拎起暖水瓶, 就给沐秀倒了杯水。 姨父, 你赶紧喂宝宝吃饭吧。 你先坐着, 我忙完再跟你说。 宋顺利扭身将锅里的大米糊糊盛了两碗, 端到了周杜娟身边, 拿几勺子, 搅拌到了适宜的温度, 这才递了过去。 我来喂就行了, 你去招呼沐秀去。 周杜娟接过碗, 麻利地喂起了孩子。 但是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